她被称为港版苍敬空,身材火辣,成为新一代TVB鞋花。 记得TVB上一任,鞋花是杨秀慧,她因在贵同尼OT里饰演风情观众的Lolita蘿莉花而被称为TVB鞋花。 而最近,随着夸世代以及唐新风暴三的播出,TVB新一代的鞋花诞生。 在夸世代第一集播出之后,大家都把关注点放到质表专家陈豪身上,而完全没有留意勾引她的那位女演员。 在唐新风暴三第一集中,这位女演员同样有份出演,一上来也同样是让人流鼻血的画面。 而这次,大家也终于流利到这个女演员了。 陈伟奇连续两次出现在台庆重头剧中,虽然只是第一集客串出演,但是起初格的演出,也让观众对其有印象,而且十分巧的是,她在这两部剧里的角色名都是Annie。 那么,问题来了,陈伟奇是谁? 看到这张图,聪明的你们肯定反映过来了。 对的,她是2013年香港小姐竞选的其中一名家里,而她在竞选中虽然没有进到三家,但是她获得最上镜小姐,而且因为她的身材火辣,在竞选时更被称为港版苍镜空。 当然,也有人说她长得有点像陈妍希,不知道你们觉得像不像呢? 陈伟奇在签约TVB之后更多的是在做综艺节目,像是在这二热播的三日二夜,该节目由于是由五位身材火辣的女演员作为主持,在节目中经常录肉,吸引了不少宅男去观看。 其实一直走性感路线的陈伟奇也是有走过清纯路线的。 她在《超时空男城》里面饰演三妹,虽然相比于大姐甜蕊妮和二姐朱晨莉来说,她的戏份并不多,但是走的是青春路线,不需要卖弄性感身材,让她感到十分高兴。 说她身材火辣,其实除了有天生的资本,她还有后天的加持,毕竟陈伟奇经常去做运动,尤其是打篮球,她还在TVB的一次台庆上和众多艺人一起表演打篮球。 所以说,不要一整天羡慕别人有好的身材,即使天生不足但也可以后天不救啊。